英靈是能夠從各個時代被召喚出來的存在 過去與現在,甚至是從未知的未來 可以說是沒有時間與空間的概念 在這個世界裡,英靈基本上是守護人類的力量 而召喚英靈的並不是只有魔術師 也會有來自這星球上守護靈長類 也就是基本上守護人類而存在的無意識集合體阿賴也是 也就是所謂的意志力 意志力分成兩種力量 名為蓋爾德,是為了延續星球的力量 而阿賴也是為了維持靈長類的屯王 並且會以信仰程度較弱 或是想主動守護世界的英靈截替契約 讓他們成為守護者,守護人類世界 並且消滅危機靈長類存在的危險因子 簡單來說,這是清潔工或者是防毒軟件 而在Flay的本傳裡面 就出現了一個身兼守護者的英靈 也就是正義的夥伴,英靈瑋公 英靈瑋公跟Flay Extra和Flay Estella中登場的無名是同一個人 但由於並不是在生前時代被召喚 只能當作無名英雄而存在 在事情上有所詫異 所以暫時只寫說 歡迎Flay線以及FGO裡面的英靈瑋公 這名為Amya 古董色的皮膚以及銀白色的頭髮 披著鮮紅色的聖骸布 也被大家稱之為紅A 這一名曾經為了拯救100名人類 而向意志力起修奇蹟 並且簽訂契約的瑋公侍郎 春前作為正義的夥伴而警救眾人 卻遭到了同伴的背叛 以及現實的打擊而死去 最後甚至連曾經的理想也都背叛了他 在東墓市第五次聖杯戰爭中回應了原版領的召喚 顯眼並參與了第五次聖杯戰爭 目的就是協助領贏得聖杯 以及莫殺正義的夥伴 這裡不得不說 位於東墓市的第五次聖杯戰爭 也就是Flay的本線 總共分為三條不同的主線 Z把線 領線 以及 陰線 而描述最多關於紅A的過去 以及理想的 這次以領線為主線的劇情 接下來 將會跟大家一一介紹 在不同的世界線裡面 紅A在本次聖杯戰爭中 到底做了什麼 他作為英靈本身的能力又是如何 以及在聖杯戰爭中 到底獲得了什麼 即使在不同的平衡世界裡面 就算結局以及發生過的事情有所差異 但某些事情卻是必然發生的 也就是所謂的世界線收縮的點 例如在第四次聖杯戰爭中 肯尼斯一定會死 韋伯一定會變成惡事一樣 而參與東部式聖杯戰爭的領 也必定只能召喚紅A 因為領原本就打算 靠隨機的方式召喚英靈 許不知 由於沒有使用觸媒召喚英靈 便會以召喚者的偏半甚至逆方式的方法 尋找持有召喚者相關物件的英靈 於是領所持有的紅寶石吊墜 變成了召喚紅A的契機 由於領的不完全召喚 紅A一開始的記憶其實是出現了混亂 為了方便打贏聖杯戰爭而勸領先躲起來 並且沒有考慮MASTA的實力以及感受 結果直接惹完了這名雙馬尾 在領使用力之後矯正紅A後 紅A才決定正式證明MASTA 並且在與MASTA的交流 以及東部式的街道情報收集後 紅A才回憶起生前的記憶碎片 才回想起 這位曾經和他有一段姻緣的少女 並且制定了這次聖杯戰爭的目標 拆出領贏得聖杯以及把名為尾攻士郎的少年 抹殺 在省視東部式的地理情況的時候 向領證明了他作為Ultra的優秀能力之一 千里眼也被稱之為英之眼的視覺能力 但是從高處朝腕更能俯瞰城鎮全貌的能力 並且有利於搜索敵人 同時也能提高劍齒的射擊精準度 儘管對手是在高速移動 只要是在4公里以內的距離 都是能夠精確的距離 這效能力在F-show裡面轉換為提升自身打擊率100%3回合 同時提升自身暴擊威力100%3回合 CD8回合、疊馬6回合 配合寶具以及3技能的投影魔術 可以說是在一定時間之內 大幅提升了自身打擊效率以及暴擊輸出 雖然在遊戲裡面的效果與原作效果有所出入 但也同樣地體驗出此固有技能的過人之處 在第一次與其他英靈發生衝突 這次在朝半的第三天晚上 跟領在學校中調查關於農銷魚學校的結界時 與Lanza進行第一次戰鬥 Ultra本來都是以擅長遠距離戰為核心的直接 可是紅A勸探Lanza並且隱藏絕招 同時自己也比較喜歡近身戰 而在與Lanza的近身戰中也充分地顯示出 紅A擁有著正常空兵騷擾的技能以及近戰能力 其中一項是新眼睛 從修行以及斷裂中培養出來的戰鬥洞察力 即使自身陷入劣勢 也能夠掌握自身狀況以及敵人能力 並且從中找到破綻和活路的戰鬥理論 例如預測敵方行動或者是迴避藍眼目視的攻擊 就連進入戰爭模式的Lanza的不可目視槍擊 也因此固有能力而化險為夷 就像能力在SG裏面表現為賦予自身迴避狀態一回合 以及提升防禦力18%三回合 GD8回合疊馬6回合 可以說是重現了原作效果 並且提供了可觀的生存能力 而另外一個曾經出現的防禦性寶具 則是最天福七重圓環 紅A最強的防禦手段 這個外形為七瓣之花每個壞瓣都有折疑成護盾的概念武裝 在跟Lanza進行第二次戰鬥的時候 用來擋住Lanza的撲穿死牆之槍 寶具原型是特勒伊之戰中 抵擋赫克特的標槍的埃亞斯之盾 除了擁有防禦體系的技能和寶具之外 紅A也是擁有著比較特殊的進攻型技能 也就是生前的他所擅長的魔術能力 投影魔術能夠進行包含構成物質在內 幾乎完美的武器複製 同時也能夠獲得持有主的技量以及戰鬥技術 本來只能短暫地把幻想之物 藉由魔力使原型巨蟹化的魔術 如此異效的行為 卻被英靈尾攻顛覆了這一切 因為只要觸者的幻想以及知識越強 便會越接近爭獲以及越發完美 與Lanza出戰中 便多次投影出紅A經常使用的雙刀乾匠墨鞋 在戰鬥中一次又一次的破碎 卻一次又一次的重新投影出來 自身能力在F9裏面化為提升自身紅卡、綠卡 以及藍卡性能40%一回合 DD7回合疊滿5回合 可以說是全遊戲裏面三色除放效果最高的技能 並且讓紅A在一回合之內擁有著不可忽視的爆發力 以及全面性的能力提升 其實說到投影的話 就不得不說紅A最喜歡的寶具《幻想崩壞》 《幻想崩壞》這寶具是建立在投影魔術之上的 是將投影的寶具或武器感染成箭矢射向敵人 並且通過將其爆炸來瞬間提升威力的招數 正常的情況之下 修復被破壞的寶具並不容易 更何況是自己把自身的寶具給破壞 無疑是自殺行為 但是紅A卻可以利用投影的特性 一次又一次的破壞 一次又一次的重新塑造 紅A有投影並且使用過幻想崩壞的寶具有 《偉羅仙劍》 寶具的原型是存在於卡爾特神話之中 由神之國妖精所打造 並且技術著天神之雷的強大力量 由傳說中的英雄羅伊所持有的名劍 《紅銘劍》 原本的寶具等級是A++ 在紅A的幻想崩壞之下 威力也足以達到A級的水平 也因此在領線中超過了海克利斯的寶具12試鏈 成功擊殺過海克利斯一次 除了《偉羅仙劍》以外 另外比較有名的就是《撤圓獵犬》 寶具的原型是古英國傳說中 貝奧姆夫用以擊殺水魔葛蘭德之母的魔劍 此寶具在當作《箭矢》的時候 會有著自動導航追蹤的能力 無論迴避或是防禦將箭矢彈開 都無法逃開箭矢的追擊 發生後會正如武器的原命一樣 閃耀著一道側射的光輝 另外一個要知道的是 紅黑手用的黑色合金弓並非寶具 而是他自己經過長年的改良 以及調整後所克制化的陽弓 可以說是唯一一把屬於自己原創的武器 回到Lanza出戰 在發現Lanza要追殺被領救活的士郎後 前往士郎居首時 卻被剛召喚出來的C把攻擊 在這裡會出現一個分支 如果士郎不想用令咒鶴停C把的話 將會進入C把線和陰線 但無論是C把線還是陰線 紅A也必定因為C把出場而受傷 而領也一定會花費一條令咒 讓紅A緊急領體化 這並不代表紅A與C把差距巨大 只是因為此時的紅A認出了C把 而感到驚訝和大意 而在C把線 領和士郎結席盟約之後 基本上因為為了養傷 而沒有什麼大動作 但也有去質問過士郎 他那為了他人而犧牲自己的行為 以及那不切實際的理想 以為不殺人就能阻止戰爭 以為只要自己承受痛苦 就能讓他人得到救贖 但此時的紅A並沒有太多餘力 去教訓士郎 之後再去伊利亞城堡裡面拯救士郎 並且在撤退的時候 反而告訴士郎 無能能力能鬥到的事情只有一件 嘗試把這件事情做到極致吧 你不是戰鬥者 而是生殘者 要把自己幻想成最強 不要想其他敵人 你要戰鬥的對象 只有你自身的想像而已 紅A已經知道不可能全員無事的撤退了 在最後最後 給了一些關於自己 關於士郎自身魔術的本質的訣竅後 便留下牽制逼書 在與逼書一戰之中 為了牽制逼書 而使用了一招獨創的必殺技 賀翼三連 是利用磁雄雙劍互相吸引的特性 搭配自身連續投影的技巧 以第一對劍 就用上敵人使其露出破綻 在快速投影第二對劍作斬擊 緊接著第一對劍因磁雄吸引 由於回禮標般飛回來被擊敵人 最後同時投影第三對劍 並且以Over-Edge形態做出最後一擊 在FG裡面 這一段連招是以紅A的Extra attack呈現 但依然不是其天衣無縫的連擊效果 雖然最後紅A破敵B叔 但在倒下之前 使用了作為英靈尾弓唯一的正名寶具 無限劍制 最終連續擊殺了B叔六層 無限劍制 是英靈尾弓所有的固有結界 可以在一定時間之內 剛下時改成成星象視線 結界裡不滅的火焰 以及巨大齒輪 無數的劍刃插滿在荒野之上 全都是一些曾經看過 並且能夠認知的武器 在這個地方使用過的武器 都能夠瞬間複製以及保存 並且登陸在結界之內 寶具的等級是1-A++ 在FG裡面 對對敵全體無視防禦的強力攻擊 並且賦予敵人攻擊下降3回合的Buff 可以說是紅A最強 以及對獨一無二的寶具 同樣的 在陰線裡面 紅A的行動也會有所不同 以下可能會有點小雷 不想被雷的傾空降致 因為該次的聖杯戰爭 實在是太過於立場 也就是黑泥的出現 導致紅A為了調查事件來龍去脈 而暫時擱置 莫殺正義的夥伴的任務 但就在獅狼和領去救伊莉亞的途中 被黑塞把和黑影重創 因此前 答應把自己的手臂 一直給被黑影中傷的獅狼後便消失了 而到了以領為主線的UBW線 才真正的顯示出紅A 英靈尾攻的心境 我們才真正的理解這個英靈 證明作為守護者的英靈的過去 在那煉獄之中 在那紅紅大火之中 本應死去的男孩 獲得了一次重生的機會 但那個真的是重生嗎 本應死去的男孩 獲得了一個理想 一個成為正義的夥伴的理想 但是 這是一個借回來的理想 男孩長大後 他離開了故鄉 他離開了他所愛的人 為了他人而不斷的戰鬥著 雖然在警救的同時 也犧牲了一部分的人 但是 為了警救更多人 少年依然持續的戰鬥著 然而 在未來的一場事故中 為了警救必死命運的人 向意志利祈求奇蹟 並且簽訂契約 可是之後卻被他曾經所救的人 反過來誣陷他是戰爭的主謀 最後被除死刑 即使如此 他也沒有責怪任何人 本男以為成為英靈之後 可以執政當正義的夥伴 有能力警救所有的人 卻發現 不管怎麼救 都一定會有人死 甚至為了救人 就得殺更多的人 所做的事情 就跟生前一樣 最終根本不能警救任何人 最終知道自己的理想 是不可能的 一生中為他人而活 卻被他人背叛 一生中憧憬的理想 卻被理想背叛 無限劍制 荒涼和孤獨的劍秋 代表著宏偉的內心 以及理想的盡頭 只有劍的世界 也可以說 除了劍以外 什麼都沒有的世界 到了最後 曾經的理想 已經被現實消磨掉 絕望他 相信決心要回到過去 殺死自己 因為他知道 曾經的理想 是多麼的無聊 多麼的虛假 就算他自己死了 處於世界之外 英靈座上的尾功 也不會消失 所以最好的辦法 就是回到過去 將曾經的自己 將本因會成為英雄的人 在成為英雄之前 殺死的話 或許 這個英雄就不會誕生了吧 但是 事實上真的有那麼簡單嗎 消滅成為英雄之前的尾功侍郎 自身也真的會就此消失嗎 在UBW裡面 紅A決定殺死自己 其實 如果真的是要殺死四郎的話 無論是機會還是能力 都是綽綽有餘的 為了讓四郎 輸了心服口服 為了教訓這名 抱著幼稚理想的少年 一次又一次的質問 只要這名少年承認 自己的理想是多麼的不切實際 他的行為 是多麼的偽善的時候 紅A才是真正的殺死了 過去的自己 但是 對四郎一次又一次的質問 得到的是四郎 堅定的回應 慢慢的 紅A對四郎產生了動搖 最後與四郎決斷的時候 也是如此 紅A重創了四郎 四郎也依然沒有放棄 因為就算紅A切露理想的真相 四郎也絕對不會放棄 因為 可以輸給任何人 但是 絕對不能輸給自己 在常年戰鬥中 紅A慢慢的疑似了 過去的自己 曾經 憧憬過的理想 否定自己 成為 機械般的存在 正如無限劍智的勇唱一樣 其實並不是沒有失去過什麼 而是並沒有得到過什麼 但是 少年 偉公侍郎堅定的眼神 不屈的意志 明明不是對手 卻與之抗寒 讓紅A回想起來 的確 失去過某樣東西 那就是 在那場大火之中的自己 不許 這位名為偉公侍郎的少年 能夠從中找到答案吧 或許 會走著跟自己不一樣的道路 成為真正的 爭議夥伴吧 就算 往後的道路 想要把這個錢造成 還要把你收到 醫生讀的 按鈴筆 請 坐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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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